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教大家做醋椒黑木耳 配料由水发黑木耳 一网红尖椒 两个毒蒜一粒 香芹一只小葱两根盐 适量尺油一勺 白糖一茶匙香醋 一大勺香麻油一茶匙头 抽一茶匙步骤一 将黑木耳清水泡发 冬天用温水 夏季用凉水备用 蒜去皮切磨备用 红尖椒去地去紫 斜切成圈状备用 小葱洗净切磨 香芹洗净 取脆嫩部分切粒备用 二、涨发好的黑木耳 撒上少许食盐搓洗 去乌砂菌 再用清水漂洗干净备用 三、锅内做水煮开 将黑木耳下锅 捉至断生后 捞出控干水分 放入大碗中 四、将红尖椒圈及香芹丁 用少许盐糖腌渍一下后 铺在黑木耳上 将蒜末及葱末撒上 取一小碗 调入盐适量 白糖一茶匙 香醋一大勺 香麻油一茶匙 豉油一勺 头抽一茶匙 混合均匀后 浇在黑木耳上 五、炒锅烧热 倒入一勺食用油 将油烧至冒烟时 将热油浇在蒜末葱末上 拌匀即可食用 温馨提示黑木耳 生长在朽木上 形似人的耳朵 色黑或鹤黑 故名黑木耳 又名木君 树鸡 黑木耳 补血 润肺 意气强身 被誉为素中之荤 营养极为丰富 据史料记载 它是上古时代 帝王独享之家品 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铁 钙 磷 胡萝卜素 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每100克中含钙375毫克 相当于寄鱼的7倍 含铁185毫克 相当于寄鱼的70倍 黑木耳 还有多种药用价值 是一种珍贵的药材 明带着名医药学家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 木耳性干瓶 主制液气不积等 有补气抑制 润肺补脑 活血止血之功效 黑木耳含铁量最高 提到补铁 一般都认为 菠菜 瘦肉 动物肝脏中含量丰富 其实 在所有食物中 黑木耳的含铁量最高 是菠菜的20多倍 猪肝的7倍多 好了 也希望大家多看我的视频 多关注我 再见 再见